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4月1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望违独报 我是Cherry 前不久 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外界关注的 都是中共在调停俄乌战争问题上的立场 但最应当引起外界关注的是习近平在访问结束的最后一刻 在告别普京的时候 拉着普京的手说的最后一句话 可以说是最后一句叮咛 这是百年变局的一部分 我们共同来推动 有分析指出如此惊人的一句话 在最后告别的时候说出来 反映出这才是习近平心中最大的事情 是他对这次访问俄罗斯真实目的的直白表达 海外民运人士王丹撰文分析 这句话实在太耐人寻味了 绝不是习近平随口一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习近平说百年未有之变局 这句话说了很多年了 可见这件事一直在他的心中 也是他念念不忘的历史定位和使命 那么到底什么是百年变局呢 过去我们都轻视这句话了 以为是习近平针对国内局势认为共产党江山不保 要有颜色革命 那才是他要面对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但现在看事情的真相恐怕更惊人 原来百年变局是习近平试图改变国际政治秩序 实现中共百年来没有做到的事情 那就是改变民主自由的世界 让全球纳入专制制度的治理范围 文章写到现在习近平跟普京约定 要实现这样的百年格局的突破 这就是习近平说的我们要推动 怎么推动非常有可能的 就是中共支持俄罗斯拿下乌克兰 俄罗斯支持中共拿下台湾 这次的中俄联合声明中比以前的声明多了一句 俄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本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的举措 什么叫举措 举措就是行动 特别军事行动就是这样的举措 在这里双方的用词已经非常不加掩饰了 对北京来说 一旦台海危机爆发 俄罗斯可以协助减轻美国行动给中共带来的脆弱性 一旦海上交通被切断 俄罗斯也会是北京潜在的能源和粮食提供者 作为回报 中共正在积极帮助俄罗斯面对目前的困境 文章写道 其实推动百年被来之变局这件事 在习近平发布三个全球倡议中就已经有端倪了 现在看来百年变局的口号不是防守而居然是进攻 短短一句话把习近平真正的野心全部暴露出来 第一要推动 第二要跟俄罗斯联手一起推动 那么我们自然要问如何推动 除了战争还能有什么方式呢 中俄联手与西方世界军事较量重新建立全球的专制框架 这就是习近平一句话泄露出来的惊人秘密 习近平内心原来有这样一盘大棋 一旦发动其结果很可能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当然心中有棋不一定能实现 古代以来有这样野心的人多了都没有成功 习近平大概率也会失败 但是仔细梳理一下习近平一路走来的论述 其实是相当有步骤的 一步一步走的 文章最后写道 相信即使有第三次世界大战 只要有充分准备 西方国家联盟的胜算还是有的 怕就怕西方国家依然过于天真 听不懂习近平这句话代表的真实用心 或者说不愿意相信事态如此严重 而放松警惕甚至继续随进 那这样的话灾难真的就不可避免了 有人好奇在中共两会上投了主席的反对票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种事情还真的发生过 他就是投了毛泽东反对票的张东孙先生 我们新一期的时光故事说的就是 敢于投皇帝反对票的张东孙先生的悲惨故事 这期视频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下一条新闻 北京当局为了避免侵台遭国际金融制裁 近期大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拉拢多国扩大使用人民币结算 降低对美元依赖 官方称重击美元霸权 不料遭到财经网红打脸 作为高度外汇管制国家 人民币的靠山是美元 没有美元背书 人民币形同壁纸 而且中共自己造不出高端芯片 即使拿着人民币也买不到 针对中共当局高调宣扬人民币崛起 迈向国际之际 财经网红小翠揭开人民币 不可能挑战美元地位的原因 人民币要摆脱美元 形成自己的结算体系 至少要符合一个条件 当人民币作为某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时 这个国家必须可用人民币 满足所有进口需求 当前可否拿着人民币 从中国进口到所有的物资呢 答案是否定的 要知道中国并没有高端芯片 石油 粮食也不能从中国进口 这些产品中国自己都需要进口 若要克服这些缺陷 北京需要强大的朋友圈 粮食 石油或可解决 俄罗斯可以接受人民币采购 但高端芯片根本不可能 其他高科技领域也完全依赖进口 至于俄罗斯因制裁 选择大量储备人民币的原因 小翠认为 俄罗斯无法取得美元情况下 通过储备人民币 达到随时换成美元的目的 这揭穿了人民币 无法国际化的现实 那就是人民币的靠山是美元 由于人民币已于美元深度绑定 北京拥有大量美元外汇储备 又有资本管制 都是为了让外资放心 手上的人民币随时可以兑换成美元 且汇率稳定 所以中共高喊打倒美元霸权 实际上用的是 人民币绑定美元这块大招牌 倘若北京将美元外汇储备全部出托 即使中俄关系再好 普京也不可能愿意储备人民币 不仅俄罗斯外资也会马上抛光手上的人民币 至于离岸人民币 小崔分析指出 由于人民币无法自由兑换 中共设置离岸人民币 以便在国际金融市场练练手 但规模一直受到控制 最大制约就是外汇储备 北京不可能让离岸人民币数量超过外汇储备 以免人民币脱离中共控制 由此可知 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是 中共手里有多少外汇储备 因此人民币走向国际 最有力的背书就是绑定美元 失去此前提 人民币在国际上或将成为废纸 经济学人最新撰文指出 英国内没有定心完 越来越多的中国有钱人正在考虑离开 文章写道 当中共最高层突然终结 严厉的清零政策后 富人们已越发想要尽快离开中国 中共官员自称强烈反对拜金主义 并以逃税的名义 让不少名人跪地求饶 虽然北京不再强调 共同富裕 这一缩小贫富差距的计划 但一些富人仍担心 他们将面临更大的社会捐款压力 最重要的是 中国的富人担心 如果中美之间的摩擦增加 他们可能会被制裁 面对这些令人头疼的问题 许多富人想要逃离中国 但这在清零期间很难成行 根据专业追踪富人流动机构编制的数据 在2022年约有10800名 平均财富为600万美元的 高净值人士离开了中国 随着清零政策的放松 这种流动在年底出现了加速 分析师安德鲁·阿莫尔斯表示 2023年会有更多的中国富人离开 文章指出 只是在中共的政策下 坐飞机容易转移财富难 理论上 中国公民每年只能携带5万美元出境 但存在很多规避管制的方法 从香港地下钱庄 到设立海外公司 雇佣家庭成员经营等等 最近数十亿美元通过加密货币 离开了中国 此外 中国财富向新加坡转移的 最明显迹象是中国家族办公室 管理家族资产的 私营公司的数量在增长 根据新加坡中央银行的数据 从2019年的33家到2022年底 在新加坡注册的 中国家族办公室 可能多达750家 约占全球家族办公室的一半 而且2023年 会有更多中国人注册 中国科技界投资大亨包凡 二月被传失踪 经济学人的文章指出 有证据表示 在包凡失踪前的数月间 他正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家族办公室 据中共官媒报道 广东 江苏 浙江 山东 河南 四川号称中国六个经济大省 向来也被视为人口大省 但是去年出生数都不增繁减 山东与河南甚至通报人口负成长 有分析指出 中国人口提前进入下降期 意味着经济前进暗淡 六个经济大省的出生人口数 也不增繁减 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尤其号称经济第一大省 也就是人口第一大省的广东 出生数减少131100人 堪称六省之岁 就人口自然成长率而论 广东与浙江虽然勉强维持在正成长 其余四个省都是负值 山东和河南更是首次转负 而以往河南及山东都是最改升的省份 尽管人口负成长危机已经浮现 但中共新总理李强此前变称 目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9亿 每年续新增1500万 人力资源人事显著优势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中国人口问题专家 易富贤奔西指出 中国的劳动力人口从2012年就开始减少 经济成长率也是从那时起同步下滑 今后还会继续 目前中国出生人口每年只有800900万 意味着中国的很多产业将后继无人 制造业越过顶峰后将奏降 必然导致经济持续疲软 以及制造业与养老危机等一系列后果 此外中国人口问题严重 更有三大难题 养不起不愿意生和生不了孩子 未来中国人口结构趋势不容乐观 好了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